重重 威武 嚴肅 鋼職 台灣犯罪故事最壓軸的黑潮之下 我們今天訪問到兩位孟婆跟大沛 我們先請你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角色 因為其實靈感曲才是真實的社會事件 對 是受真實事件啟發的一個故事 然後角色上面我飾演的是輔導長 然後他是一個我覺得比較理想 比較正義一點 然後也想要改變一些舊思維跟軍中的一些陋戲 所以在這一趟過程中遇到了張明杰 一個很廢的卻假裝自己很強大的一個人 我們設定是過街老鼠 就是看到危險就先跑 為了讓自己保密 就真實事件的靈感是來自一個原語案 你們為了這部戲有去了解原本的這個事件嗎 那個時候你們多大 我們故事設定也是2000年嘛 大概就國小國中 那我們在工作這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focus在真實的社會事件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太糾結 是從哪一個事件去改編過來的 其實那有時候會方向會有一些誤差 我們還是比較專心的在工作現有的這個劇本 我自己啦 我自己會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很大的重擔 那就是身不由己 就是你在每一個身份每一個環境下 誰想要當過街老鼠 誰想要當改革者 如果不是因為看不下去 那又遇到這樣不公平的事情 這個故事是在講人 或者是社會關係的一些縮影在裡面 孟柏已經二度演過街老鼠型的男生 你上一部我印象深刻的是壽命嘛 對他其實也有一點雷同這個角色 那你有在這個就等於說延續之前 已經在角色裡面醞釀的情緒 在這個黑潮之下有在進化 當然那個給人家的外在形象 是有一點雷同的方向 但我覺得整個不太一樣 因為他其實是蠻有生存意識的 我覺得這個跟之前拍的壽命是不太一樣 阿傑他多了更多是化不掉的悔恨 那大沛的角色呢 其實我對大沛的印象非常停留在 很陽光 然後很活潑外放的女生 可是這一次應該就是一個嚴肅的女軍官 你有為這個角色做怎麼樣的準備 其實這個角色跟你自己像嗎 不能說完全毫無關聯 她的正義的部分我覺得可能像 或者是她的執行力是很強的 她想要去抽絲剝繭這件事情 但是干涉太多不該干涉這種事情 需要某種特別的個人特質才會去 想要去做的這種挑戰 那你有去接受一些真的軍事訓練嗎 我們有上課 有 我們跟所有的阿兵哥們 還有凡希也是 我們有做一次的軍事訓練 印象最深刻在軍中 末博當過兵嗎 對不對 你們在軍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要喊那些口令 我完全記不起來 哈哈 雄壯 對 威武 嚴肅 鋼肢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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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什麼孟柏界 這怎麼清楚啊 這個不會 因為老兵啊 老兵 真的 在軍中真的會被欺負嗎 現在都不會了啦 入伍前我去環島 然後手斷掉 哇 因為我去台中找一個朋友騎腳踏車 以前我有在玩那個特技腳踏車 那時候穿著拖鞋 我手摔到很痛 我不知道它斷了 蛤 所以你不知道 你手斷了不知道 就整個裂開啦 但是才連著 好可怕 可是我過兩天就要入伍了 但我如果不入伍的話 我說我手斷掉的話 我就要再等很久 但是我那時候時間已經算好了 我剩一個學分 所以我先休學 我要先去當兵 我要再回來 邊念那個學分邊去工作 我都算好了 我不能延遲入伍 對 所以我就帶了一個護腕 我就硬進去當兵了 天啊 然後之後伏地挺身的時候 就是用拳頭這樣 呃 你的手斷掉 還可以做伏地挺身 因為我怕被發現我手斷掉 就要退 就要退 üzerine 退裡面 他才是殺人だ 啊 他才是殺死 訂閱 按讚 分享 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